作词 李宗盛 回到在脑海中十多年的梦想 终于在2013年姻缘成熟 在大华严司导师海云和尚的号召 还有各宗教领导人的支持下 在一年一度华严国际 摘森大会这个重要时刻 终于跨越人心的旗舰 打破了如、是、道三家的繁离 让万神集聚一堂 有关万神保养会的构想 其实是在十五年前 那十几年前 我们开始有栽生的时候 我们也就有构思 邀请万神共同参与 所以十几年来 我们接触了不少 印度的克里希纳系统也来参加 那我们国内也有所谓天地政教 或者其他的道教会都来参与 这就证明说 这个理念在社会上 大家是可接受的 但是要接受 要怎么更具体的落实 那我们到今年 算是比较成熟了 神尊来参加这件事情 本来没有什么好商量 也没有什么会有意外的 那真正的关键是在人上面 那这里面 我们顾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教内 对于众神教的信仰 它的基本态度跟立场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从两个立场来看 第一个 从绝对真理的立场来看 那么每一个人 都有他心灵上的 一个理想的自尊 每个人都有 所以对于他的信仰 一定号称天下第一 不可能有比我的信仰更高的 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讲 我们认为 各种信仰的自尊 应该是平等的 他们所指的真理的那个标的 是同一个 只是语言文化的表达不同而已 那我们应该相互包容 相互接纳 不能够独尊自己而陪他 要独尊自己没有错 但是我更要尊重别人 这是我们主办 万神不染会的真正用意 台湾是一个万神护佑的宝岛 如 士 道 三教的信仰 随着明月移民 在台湾柔合成独特的民间信仰 虽然各教派供奉不同的神奇 信守不同的教义 传道模式也有所差异 但却都是民众遭遇挫折 磨嫩时的心灵避风港 宝敬又鸣 劝化使人挽救人心 即使显向的方式不同 但诠释的真理却都是同一个 而这就是宗教的本质 也是我们十多年来一直不忘要推动万神博览会的主因 因为众神是平等的 真理是唯一的 众神是平等的 因为那个绝对是一嘛 那你的表达不同 表达到神指的名称上面来 而不是佛菩萨的时候 他就叫做继位菩萨 继就是暂时挂名 因为是别人讲的嘛 那你必须尊重他 他不在佛菩萨的系统里面不要紧 我们还是尊重他 所以我们在三宝之后有护法 护法不是他护我的法怎么样 他是人家的信仰 我们尊重他 所以我们在迎请的时候 也常常都会迎请这些继位菩萨 那就是众神就是万神嘛 所以我们在摘身的同时啊 这大的仪式模式的坛场上面 我们更应该邀请这些继位菩萨来参与 所以呢 他虽然显像来讲名字叫万神 其实在佛门中来讲 他就是继位菩萨 他显现为其他宗教的神尊 他其实他在佛门中 他还是佛菩萨 所以我们应当礼敬 应当邀请 这是我们的根本立场 汉人是晋天重组的民族 晋天就是敬畏自然順天行事 宠祖就是饮水思源圣中之愿 所以看似多神格又复杂的信仰行为 其实反映的是民众敬天 宠祖感恩福报 以及祈求平安的内心祈愿 因此台湾的民间信仰 供奉的都是与民众生活有密切相关的地方守护神 而这次2013年万神博览会邀请的神奇 则都是坐落在北台湾的庙宇 从最北端的小祭楼 到南端的斗六南神宫 总计共有近70间宫庙 100来尊的主寺神奇 除了有随着闽客移民渡海来台时 为了面对莫测的海象变化 祈求航海平安 而特地自原乡分灵侍奉的妈祖 也称为天上圣母外 还有以历史名人为膜拜对象的恩主信仰 也就是对人有恩德被视为救世主的主神 像是强调忠孝结义 俗称恩主公 或是官圣帝君 文昌君的官云长 或是八仙之一 和官圣帝君 私命帝君 和称为三恩主的福佑帝君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吕洞兵吕先祖外 另外像是因应医药不发达 瘟疫流行并肆虐 而成为民众祈求护佑健康的主神 像是被称为五谷王的神农大帝 或是神医大道宫 也就是俗称的保身大帝 此外还有象征佛教大慈大悲 号称西方三圣之一的观世音菩萨 或是被称为幽明教主 誓愿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 或是天庭元首 神界皇帝的玉皇大帝 以及民间信仰中 极为重要的瑶池金墓 皇母娘娘 帝母娘娘 文昌帝君 玄天上帝 大众爷 三商国王大王 清水祖师 福德政神 显印祖师 侯千岁 罗千岁 庐千岁 非天大圣 武德英侯等 都是这次万神博览会 迎请供奉的神尊 都将共聚在华盈摘斯的活动会场 共享万年香烟 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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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土相案 拜读文书 在万神博览会活动正式的 但是前半个月 就开始陆续供起圣驾 简单隆重的仪式后 一百余尊的神座 将先暂时引寝至大华元寺 位于台北中和的草堂山道场 之后再移驾至桃园林口体育馆 秉持法法平等 无有高下的大同精神 所有神尊是依据今生尺寸进行安坐 因为我们深信 在同一个真理下 神法佛法是平等不可分别的 而这也是大华元寺导师 海云静木和尚对子弟们的期许 希望大家都能打开胸怀 柔和谦卑地接纳人世间的万事万物 以实践华元追求三世间圆满的决心 为了让万神博览会活动更加完美 严格来说 2013年只能算是事半的前行活动 未来 我们希望能争取更多不同宗教的认同 让万神真正齐聚一堂 富佑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期望的不只是台湾传统的这些宗教 现代新兴宗教只要是合法的 不是那些怪力乱神的 鼓吹迷信的诈骗集团的 或者有其他政治目的的 只要不是这些 我们都会邀请参加 希望通过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的灵性可以达到和谐 达到圆满 那也让我们的社会达到和平 达到安详 那这样子我们活在这世间才有意义 个人坚持你的信仰也才有意义 并不是坚持就要打架就要打仗 所以我们今年的事半 当然是以传统的为主 那我们对外还要邀请 往后我们要邀请的换围会更广 不只是国内 国际上 只要人类有任何的信仰 我们都希望能够来参加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国际万神的博染会 我 TB心 我们都希望能够来 我们是跟周杰有任何的信仰 和这些人 希望能够来 我们希望能够来 我们必须来 我们这些人 都希望能够来 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 都希望能够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